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ChatGPT正式完成更新,新增加了网络浏览和插件功能。 登录到自己的账号,主界面已经发生改变。 如果你是Plus用户,点击右下角的Setting选项,选择Beta Features,即可手动开启新增加的功能。 返回操作界面,选择GPT4,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模式了。 首先,我们来测试一下浏览功能。 提出第一个问题,询问ChatGPT网络浏览和插件功能的开通时间。 机器人就会接入到网络,使用英文搜索,并以中文提供答案。 我们可以看到,在该模式下,ChatGPT的图标变成了紫色。 在接到指令后,机器人就会自动搜索网络,并根据提问者的问题,总结搜索到的内容,并提供准确的答案。 第二个问题,要求ChatGPT提供一组鲸鱼的图像。 收到指令后,系统就会接入网络,搜索相关词条,并提供了来自素材库网站Pixabay的链接。 打开链接,即可访问各种类型的鲸鱼素材图。 问题三,测试视频搜索能力。 输入一个关于Python教程的问题。 等待几秒钟后,机器人就会提供一段来自B站的教学视频,以及相关的简介。 如果你想获得一段YouTube的视频内容,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可以获得理想的答案。 下面,我需要ChatGPT提供视频的大纲,并输入指令。 经过查询和分析后,系统列出了相关的文字内容。 不过,在和原视频进行对比后,ChatGPT提供的信息是不准确的。 因此,我们暂无法在ChatGPT上实现视频分析和总结功能。 如果你想使用该功能,则可以访问Atify。 安装一个Atify浏览器插件,即可轻松完成YouTube视频分析。 问题四,查询马斯克最新的推文。 从生成的结果可以看出,ChatGPT不但完成了搜索,还按照时间线提供了中文内容。 非常智能。 为了验证信息的准确性,把搜索到的结果和马斯克最新的推文进行对比,结果则是完全一致。 如果用传统的Google进行搜索,则需要点击搜索结果,进入Twitter,才能查看到相关的信息。 工作效率明显要落后于ChatGPT。 最后,我们尝试一次性提出多个问题。 要求机器人查询实时人民币美元汇率和苹果公司的股价。 接到该指令后,ChatGPT会按照顺序进行查询,总结翻译。 最后,会用中文提供最新的数据。 因此,如果你查询了多个词条,则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 问题六。 图像识别。 打开一张来自互联网的图像,并复制地址。 进入ChatGPT,输入地址并要求其识别内容。 不出意料,机器人给出了专业的答案。 问题七。 文章查询和总结。 从雅虎选择一篇文章,复制地址。 返回聊天界面,要求总结并翻译该文章。 接到指令后,ChatGPT就会快速完成内容的整理和归纳。 从以上几组测试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用创新的方法搜索互联网,并可以获得完全不同于传统搜索引擎的体验。 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使用任意的方式提问,考验ChatGPT的新功能。 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插件功能。 切换到Plugin模式,并进入Plugin Store。 目前,Plugin Store提供了超过70种插件,未来还会不断增加。 选择其中一个程序,点击Install即可。 现在,我们就来测试几种有代表性的插件。 插件一,Tasty Recipes。 该应用程序可以提供美食菜单和食谱,以及烹饪技巧。 返回主页,点击Enable,即可在聊天中应用该插件。 提出第一个问题,草莓蛋糕的制作方法。 接到指令后,系统就会提供不同类型的蛋糕,以及具体的网站链接。 点击其中一个链接,我们就会进入该插件的开发者,也就是Tasty网站,并可以学习具体的操作方法。 Tasty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教学视频,所需食材和操作步骤,非常专业。 插件二,Trip旅行服务。 提出第一个问题,查询五月份上海到洛杉矶的航班,就可以获得预定链接和出发时间。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Trip插件查询世界各地的酒店预定信息和价格。 点击链接,即可进入预定页面,非常方便。 插件三,One Word Domains。 这是一个预名查询工具,可以查询可用的预名,并完成购买。 此外,你还可以使用该插件寻找未被注册的预名。 如果你想发掘有潜力的预名,也可以使用该工具,完成预名的检索。 通过今天的测试可以看出, ChatGPT在增加了联网和插件功能后, 基本上可以代替搜索引擎,完成查询,以及内容生成工作。 随着更多插件的加入,ChatGPT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目前,该功能仅面向Plus用户开放。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试用,则需要升级成为高级会员。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